你小心一点啊 千万别 它消失了 这东西来我这边了 小月 干嘛 有我里的铁块 怎么少了几块 我拿了几块去做装备了 盾牌怎么做来着 因为你的技术 能用盾牌挡住攻击 你这什么语气 瞧不起我了 不不不 怎么会呢 看 我盾牌上不上 我出去咯 你就这样出去了 一块盾牌都够了 小月胆子是真的大 我还是先做一点铁质装备吧 先做一个头盔 三级头嘛 防止小白一枪给我秒了什么的 趁这个时间 我再来做一个实验 验证一下我之前的想法 让我看看 长剑是怎么做的呢 一个半圆形的护手 一个剑刃 一个剑柄 那我先用空白模具 打造一个护手模具 然后再 做一个剑刃模具 到底哪个形状的剑刃呢 那就做这个吧 还要做一个手柄模具 模具箱里面 我记得有手柄模具的 诶 果然 接着 拿出绒路里面的铁钉 仓库里的原石 打开部件加工台 要是我用原石做基础材料 来加工剑刃的话 会减少装备的耐久 用原木作为基础材料 材料伤害就不够了 不是这样 用原木来做长剑手柄 攻击不会减少 还有再生的恢复手细 护手也用原木来制作 问题不大 最后的剑刃 就用原石来制作吧 增加一点伤害 少一点耐久 也无所谓 最后一步 工具装备台 放上去以后 长剑就出来了 4.85的攻击 1.4的攻击速度 最关键的是 还自带突进技能 我去测试一下技能如何 长按右键进行蓄力 什么鬼啊 好low啊 小月 你在哪儿 我在下面 这里有个空洞 你快来 我们一起去看铁呢 你等我一下 我回去做一身装备酒来 好 那我在东西门口等你啊 我先用身上的这些铁钉 做一条铁甲 再做一条裤子 材料居然还够做一双鞋子的 可以 准备出发 按照同样的理论方法 我还能再造一把 能够自动修复的原始稿 出去找小月 小月 我来了 快来我这边 你怎么在上面那么久啊 这不是为了安全着想吗 这什么 吓我一跳 这么快就刷小黑了 你小心点 千万别 它消失了 这都是来我这边了 谁说一只小黑有什么好怕的 快过来 好可怕 我来了 我来了 你不要怕 要不我们把它宰了 那想什么呢 咱俩这样的 再来十个都打不过呀 那等他顺利走 我们再去探险吧 好 啊 啊 一只小黑有什么好怕的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